昨天我看了一个油管上知名白板动画正论播主 小岛大浪的视频 开始的时候听着还行 觉得比较客观 结果到了第六分钟之后 开始不对劲了 到了第八分钟 猝不及防 一段一段的错误言论 充斥着误导性的表述 一股脑子就都冒出来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 啊啊啊 应接不暇呀 怎么可以这么乱讲呢 为什么每句话里面都有问题呢 本期的节目 我本着理性交流的角度 反驳一下他视频里 一些带有误导性的内容 错误的观点 请大家慢慢欣赏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首先他这期啊 是关于中国放开封控的 里面有些内容啊 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有不少描述跟事实 根本就不符 甚至可以说是在颠倒黑白了 所以我这里啊 拿出他这期视频里面 有误导性的内容 来跟大家进行交流 因为我前面的几期节目里面 咱们也一直在谈新闻传播学 正好可以通过小岛的这个案例 来继续讲我之前没讲到的内容 因为他视频里面的槽点太多了 顺序我也没记住 所以我就挨条讲 如果哪没说到位 也欢迎大家多多补充在下方留言 第一个他在节目中说到 之前几年中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建设技术含量比较低的方舱 而不是ICU上 这是一个战略失误 这个说法是完完全全错误的 首先中国的ICU病房一直都在建设 我查了卫健委的数据 根据2019年到2021年的两份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告里面给出的数据 中国的医疗机构里面的重症医学科 也就是ICU 病房数量从2018年的52,568张 增加到了2021年的67,153张 全国卫生人数从2019年末的1292.8万 增加到2021年末的1398.3万 人均卫生总费用的支出 从4,656元增加到了5,348元 占GDP总比例的6.5% 约等于当年国防开支的5倍 但是因为中国人赌 ICU的建设速度肯定是不够的 而这种不够还不是说设备跟场地的 而是人员培养的问题 ICU对于人员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根据当前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要求 需要按照5年加3年再加2年到4年的模式 这加起来说明 培养重症医学科人才最短 也需要10年的时间 2020年新冠第一年入学的医学生 目前刚刚读大三啊 朋友们 重症监护病房对于人员配备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基本上床位跟人员的配比是1比0.8到1比1之间 固定重症医学医师不能低于70% 确保能够实施三级医师查房和独立的值班工作 护士方面 床位人员比是1比2.5到1比3 固定重症医学护士不能低于80% 护士以上不能低于50% 而且要在ICU从事重症医学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主管护士以上的职承人员领导着护理的工作 所以中国ICU的关键问题是缺人 设备可以造可以买 但是人你不可能短时间的培养出来啊 这才是中国ICU建设速度慢的根本原因 但是人家仅仅用一句话就把你彻底否定了 说你应该把建方舱的钱去建ICU 这个说法啊 我在微博上也见到有人这么说过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但是非常的业余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的时候 方舱医院是挡在医院前面的专科医院 主要用来大规模的收治病人 不同的方舱差别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小汤山的方舱 雷神山火神山 那都是专门建设的 都是单间 而有些方舱是临时性的 通常是体育场改建的 条件自然是不可能一样 现在国家已经开始把方舱进行升级改造 变成压定点医院 如果没有方舱 医院会直接被挤爆 出现大量怨感 医疗机构会不堪重负 而方舱的存在 正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出现的 人家李中克随口说的两句话 我就要用这么多的内容 举出这么多的数据来反驳 我真心觉得当李中克太好当了 而且可以正反两头吃流量 咱也不能指责人家是故意造谣 但是如果你要表达一个观点 如果你自诩是理性中立客观 请你好好查证一下数据再说 行了咱们继续啊 他的视频里面提到了上海4月份疫情的问题 他的原话是在3月份到4月份这段时间 上海就好像一个笑话一样被全网批斗 有意思的是连一些其他省份的官方也在落井下石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辽宁省往上海运菜的时候全程录像 最后跟上海撕逼的事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巴不得上海出事 为什么呢 你就戏品吧 以上是他的原话啊 这段里面充满了家带的私货跟误导性的内容 首先上海疫情的时候 没有人看上海的笑话 大家都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4月3号 天津作为第一个正面遭遇奥密克戎的城市 在刚刚走出疫情之后 就马不停蹄的派出了250名医生 1250名护士支援上海 4月1号 江苏首批支援上海的医护 1026人前往上海 从3月27号到4月1号 单单江苏一省就派了5000多名医护支援上海的防疫工作 3月28号浙江省派了将近1000人支援上海 安徽派人 又派检测车辆 其他省份是该捐东西捐东西 有运蔬菜的 有给物资的 怎么可能全国都在看上海的笑话呢 咱不能胡说八道啊 这不是故意挑事吗 再说他提到的辽宁 人家为什么要全程录像啊 咱说一下这事情的原因 辽宁4月份往上海运送了超过2300吨的 各类生活物资 为了让上海尽快的拿到物资 辽宁采取海陆连运的方式 首批物资只用了34个小时 就从辽宁运到了上海 结果网上流出了视频 有大量的蔬菜水果 因为腐烂直接被扔到了垃圾桶 上面还有辽宁方面印的 辽户童心携手抗疫的红纸 上海的网友当时都买不到菜 非常的气愤 觉得扔掉太可惜了 见民意沸腾 接受这批物资的上海南桥镇政府 出来做所谓的回应 他们采取一种看起来是辽谣的方式 说这些物资长时间运输 已经腐烂 所以扔掉了 而辽宁方面 对于这些物资是全程冷链运输 全程公安保障 并且全程录像 结果就是去送菜的辽宁 辽谣了上海南桥镇政府的辽谣 之后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辽宁批谣的账号被禁言了 4月21日辽宁日报发了一个微博 人在做天在看 永远怀着一颗善良的心 持续做对的事 这里说一句 辽宁有一个副省长是上海人调过去的 估计这哥们是很熟悉上海官场的生态 所以这是辽宁跟上海撕逼吗 这是很多人巴不得上海出事吗 咱不能胡说啊 人家先用错误信息误导你 然后给你来一句 你就自己品吧 我真的是感觉到佩服佩服 不愧是油管上李中克的祖师爷 我亲手给你点个赞啊 下一个 他说中国内部宣传还是严重的将新冠妖魔化 最可怕的是 哪怕医学专家尝试客观的描述新冠的影响 也会被批斗 比如说张文宏医生 以至于内网里没人敢质疑严控了 以上是他的原话啊 说到AKA圈圈张文宏医生 那我可就不困了 这个网红医生是怎么被打造出来的 我可太清楚不过了 而且每一个细节我都有直接的证据 首先他的走红是因为一句话 咱们直接看视频 其实我们华山医院的病房不需要我查访 我去查访的主要原因 其实只有一点要消除我们医生的恐惧 就是说你主任老是在后面指示画脚 不进去跟病人的亲密接触 然后让我们老是在危险的第一线 我怎么可以接受呢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自己每个星期要进去查访 这是至少一次到两次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今天做了第二个决定 换岗 把所有在年底到现在为止的医生 全部换掉 全换岗 这一批都是了不起的医生 在对疫情的风险性 传播性 他的致病性一无所知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子把自己暴露在 那个这个疾病的前面 暴露在病毒的前面 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医生 所以人不能欺负 听话的人 所以这一次我再做了一个决定 把所有的岗位的医生 全部换下来 换成谁 换成科室的所有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在宣示的时候不是说吗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你这困难上 我说现在开始把所有的人都换下来 共产党员上 再给我做出自己的样子来 所以我们前面还开了个胆小组的会议 就是说共产党的口号 你平时行行可以 这个时候 你平时录党 我不管你有什么想法 对不起 现在你马上给我上去 不管你同意或者不同意 你都得上去 这段内容是我最初了解张文宏医生的内容 他当时给华山医院的医生开会 当时这段内容里面感动了很多人 是因为他说了一句 把普通医生踢下来 共产党员上去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你都得上去 当时的大背景是 武汉疫情严重 全国关心 全国吃鸳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医生靠谱 有党性 另外我当时以为他是正在支援武汉的上海医生 不过后来事实的走向就非常的讽刺了 咱们继续看视频啊 我在国际疫情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 他说如何对大众进行 Education 他说教育 你说我怎么给你讲呢 我怎么告诉你 我是怎么做大众教育的 大众教育里面 核心的一点 人家相信你讲的话 所以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共产党员介绍 大家深深的这句话 所以你后面讲的话 人家每一句话都相信 所以不管当中出现了多少事情 包括你吃粥 吃粥 大家对于有非议 但是因为讲的第一句话 所有的非议就不成为非议 这是他在2021年的一个演讲上讲的内容 我不知道他是在炫耀还是在怎样 从他这段话 很明显当初那句造成巨大影响力的共产党员先生 原来是他提前就设计好的台词 这还没完啊 再看第三段 那么我们第一个原则 共产党员先去 在共产党员这几个字前面呢 我们就不讲你的困难了 没有困难 有困难 你要克服困难去 但是共产党员都去 那非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不去啊 也要去的 这个叫什么 肝胆相造 那什么情况下民主党派要出动呢 还有群众也要去呢 你是领导干部 第二条领导先去 我们的第二条出来了 所以我们第二批进去2月9号的全部是领导 但是是民主党派跟武党派人士 三餐医院 都是金银堂 就是有一批我们科里去的 就是就过去了 第一批共产党员 第二批领导 第三批 第三批 男人 第三批才爱到男的 就都派完了 到最后如果 湖北疫情还没有结束 我说女的都去 女的都去 如果还没有结束 上海不过了 我也去 他说张主任啊 你要像去过武汉没有啊 大家很多人在问你去过武汉没有 怎么可以代表武汉的战友呢 对吧 但事实上呢 那个我们的战友 他自己承认 他根本就没去过武汉 而且他还大言不惭的说 我的同事去了 就等于我去了 他给出的理由是 因为啊 我同事家属都在上海 而我在上海 可以保住大后方 看完这三段 你明白了吗 从头到尾都是设计好的 再看最初的那个视频 为什么张文宏给华山医院医生开内部会议 现场有这么多的媒体跟记者 而且最醒目的那个话筒是哪家媒体的 上海本地的第一财经 常看我社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张文宏说的话 之所以每一次都能成为全网的热门 是因为第一财经 新闻晨报 官网等上海的媒体保驾护航 这还不过眼 人家还有水军刷通稿呢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反正我觉得我被骗了 我被他耍了 而他自己说话前后矛盾 漏洞百出 今年3月25号 张文宏说上海疫情指数上升趋势被打断 之后上海疫情大爆发 他当时的这个观点被网友称为文宏拐点 另外此人极度的亲美 2020年12月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会见了张文宏 并且对他大加赞赏 而神奇的是 后来美国方面删除了这些内容 这是为什么呢 这才是你应该去细品的事啊 这两年美国对中国什么态度 对华什么战略 大家都是清楚的 张文宏他的槽点太多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我其他关于张文宏的视频 来了解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到底是如何被打造成网红医生的 不过我这里补个知识点 张文宏并不是国家联防联控专家组的成员 也不是中国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 他是一名治疗肝病的专科医生 另外之前有张文宏的无脑吹 说他擅长不明原因发热 而新冠引起的发热 他根本就不属于不明原因 懂了吗 这里咱们就不多说了 感兴趣的可以看我另外的一个视频 那至于小岛说的张文宏客观描述新冠的影响 这咱还是直接上证据吧 他对于疫情的态度非常的一以贯之 那就是共存共存还是共存 他最早提出共存是在2020年的5月12号 在战江晚报上发的一个文章 标题就是要学会与病毒共存 张家敦20年坚持中国崩溃论 张文宏连续三年坚持与病毒共存 也就是说如果当初就听张文宏的 那么中国将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肉身硬扛原始毒株 贝塔德尔塔 再加上有疫苗之后 硬扛奥密克戎 我是真没看出来他哪里客观了 一个医药资本的嘴T其实也不需要客观 这就是事实 只要用流量去海量的铺就行了 我真没见到过哪个医生 还有媒体护航 有水军刷流量的 哎呀 人家李中克一句话 我Po又做了这么多的内容 还是李中克的视频做的最舒服呀 另外他提到了新冠妖魔化 这个还真没有 不管是官方还是自媒体 只要谈到疫情 基本上引用的都是外国媒体的报道 因为中国这几年一直执行的 都是严格的动态清零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病例 而外国的数据 疫情对于他们的影响 都是通过他们媒体报道出来 我们才看到的 比如说Long Covid 就是西方那边自己爆出来的问题 所以这怎么能是妖魔化呢 国内的媒体并没有故意夸大呀 华盛顿满地的小白旗 印度去年遍地BBQ 这都是事实啊 最后他说内网没人敢质疑封控 这可不对啊 这两年一直有人反对封控 反对动态清零 要求共存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反对 11月26号好几个城市都有人上街了 所以怎么可能是没人敢质疑呢 不过话说回来啊 当初这些城市上上街闹事 喊着要自由的人 在国家开放之后 竟然也不出来享受自由了 所以大家看嘛 人家李中克三个字妖魔化 我就又说这么多的内容来辟谣反驳 好累啊 最后啊 他说到乌鲁木齐当时封控的问题 他说边疆总是有种族矛盾的问题 到底是少数民族的人不好搞 还是边疆这边的汉族官员就是他妈妈的吃干饭 或者说他们就希望有问题才有饭吃 我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地方 但是疫情期间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官员荒腔走板了 以上是他的原话 最后一句话比较客观 这是事实 但是前面的内容全是死货 新疆各族人民 现在关系真的是非常的融洽 你如果去新疆旅游 不会感觉到有排外的那种感觉的 另外边疆的官员很多都是当地人啊 汉族的官员只是一部分 乌鲁木齐的市长买买提名卡德 他人家就是维族啊 您的一句话就直接加上BBC滤镜了 这颠倒黑白的本事 我是真的佩服啊 他后面一句更过分了 什么叫他们就希望有事才有饭吃 新疆保持稳定跟发展 一直都是最基本的政策 谁愿意天天出事 只有西方媒体才愿意 知道吗 再看人家最后一句话 但是很多内陆地区明显相对落后 这就没问题啊 内陆地区发展确实不如沿海城市 这个也是全世界各国都有的问题 然后最后一句话才是人家要点出的重点 他说啊 可能那里的人民受了很多的苦 只是我们不知道 好家伙 BBC阴间滤镜的味我都闻出来了 您要不要买辆车学那个官官 去新疆拍探险视频得了 哎呀 这期内容其实已经太长了 我就跟大家列举这些例子吧 我想说的是啊 以前我怼袁慈郎做辟谣反驳视频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情况 人家就在一段内容里面给你加一两个私货 可能就几个字 但是就可以做到篡改历史 篡改集体记忆 颠倒黑白的目的 而且因为就这几个字 或者是一小句话 就很容易让人记住 我小时候被袁慈郎的话术忽悠 当年作为小分亲的我 也会用他的话术去跟别人讲 等于变相帮助了这种短小精干的谣言传播 这足以见得这种话术的危险性 而当你去辟谣去反驳的时候 需要查资料 需要列举数据 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讲 肯定没有人家上嘴皮 一碰下嘴皮的效率高啊 而且你刚辟谣反驳了他一期内容 人家后面框框框 给你上好几期内容 而且每一期里面的每一句话 都夹带着大量的私货 你根本就反驳不过来 这就是所谓的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面向全国的平台 上面有几个这样的大号 那会有多少人被欺骗 被忽悠 被带节奏啊 政府的公信力会一点一点的 被这些误导性的内容消耗 而这样的情况 十几年前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对于这种问题 只有一种办法是最无效的 那就是像袁次郎那样全网封禁 从这个问题 大家再想一下 中国设立互联网防火墙的重要性 如果真的网络不设防 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大量的民众会被这样误导 当这种力量足够大的时候 下场就是被西方颜色革命 大家应该也清楚啊 油管上有太多人躲在所谓的言论自由的 遮羞部下胡说八道了 和那些每天无脑造谣的反华内容相比 带有误导性的内容 八句真话加两句假话的内容 更具有欺骗性 而对于这样的内容 辟谣反驳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的 而人家生产这些误导性的内容的时候 仅需要上嘴皮碰下嘴皮 既然给自己的定位是理性中立客观 那就别总是夹带私货 更不要用误导性的内容篡改集体记忆 中国这个国家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用70年的时间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 绝无仅有的奇迹 而这一路还是遍布荆棘的 西方国家不但不认可我们的成绩 还要抹黑我们 还要给我们下半子 你可以不认可中国政府的道路 但是请你尊重 毕竟在外国人的眼里 你永远是个中国人 好了 这期内容严重超时了 各位朋友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不错 欢迎给磊哥点个赞 留个言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